大家好 我是大飞 今天在南宁这边拼一个港西的一个大哥 然后今天去吃一点饭 嗨 我是阿静 大哥今天你说的那个美食的地方叫做什么地方 北葫芦人家吧 哦 北葫芦人家 我们去看一下那边 主要是应该是这边的一些特色吧 现在再等六路公交车到这个北葫芦这边 两块钱 公共出行 戴好口罩 好 车开了 下一站是周达北葫芦靠 骑下车的乘客请坐好下车准备 今天在北葫芦这边找到了一家贵系人家家常菜 昨天还热的发毛 今天穿这个小帅长袖的就有点冷了 今天开始降温了 冷空气已经南下了 我在车里套了两块九斤块拿上来了 直接今天烧了 这边上了一个干锅羊肉 还有一个生炒牛达 还有一个汤手 还上了一个清蒸鲁鱼 还有一个油麦菜 很丰盛 清蒸鲁鱼 这个鲁鱼没有刺呀 它应该添一个出来吧 直接添出来了 添那个鲁鱼就出来了 这个鲁鱼只有肉 没有一点刺 它本身这个鱼就是少鱼刺的那种 是吗 味道可以啊 挺好吃的 鱼花很好吃 比鲁菜好吃 比山中菜好吃 鲁菜 对 鲁菜好像这边的很少煎 鲁菜在这边我感觉应该是卖不看 那口味一般人会吃不 有 看是有了 在这边呢 因为这些嘞感都得挺脆 дело 可是现在这些昨天н 才面试试 没ville 唔 一 一 干锅 这个鲁鱼很好吃的清蒸 这个鱼一点鱼刺也没有 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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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别客气 我这个鱼好像是可怜 别客气 嘿 还要弄一下